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主 有时候明明应该先感谢你的 怎么会是先感谢主呢 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 所有东西都是神默默为我们准备好的 所以才第一个先感谢神 回到故事来看 神没有忘记挪亚和动物们 还待在方舟里飘来飘去的 它吹起了风 水就开始慢慢退了 当他们再次踏上土地 挪亚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向神献上感谢 感谢神让他们平安回到地上 也感谢神一切都要重新展开了 而神也以满满的爱来回应这份心意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八章 《创世纪》第八章 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收牲畜 神叫风吹地 水势渐落 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 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 水从地上渐退 过了一百五十天 水就渐消 七月十七日 方舟停在雅拉拉山上 水又渐消 到十月初一日 山顶都陷出来了 过了四十天 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 放出一只乌鸦去 那乌鸦飞来飞去 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 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没有 但遍地上都是水 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地 就回到方舟挪亚那里 挪亚伸手把鸽子接近方舟来 他又等了七天 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 到了晚上 鸽子回到他那里 嘴里叼着一个心灵下来的 橄榄叶子 挪亚就知道 地上的水退了 他又等了七天 放出鸽子去 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到挪亚六百零一岁 正月初一日 地上的水都干了 挪亚撤去方舟的盖棺看 便见地面上干了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 地就都干了 神对挪亚说 你和你的妻子 儿子 儿父 都可以出方舟 在你那里 凡有血肉的活物 就是飞鸟 牲畜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 都要带出来 叫他在地上多多滋生 大大兴旺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 儿子 儿父 都出来了 一切走兽 昆虫 飞鸟 而地上所有的动物 各从其类 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 陷在坛上为凡祭 耶和华闻那心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因人的缘故 咒阻地 人从小时 心里怀着恶念 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 灭各种的活物了 地还存留的时候 架色 寒暑 冬夏 昼夜 就永不停息了 感谢神 其实我们每天 在外面所经历的不容易 都让我们像是挪亚 历劫归来一样 幸好我们的神 早就有奇妙的设定 当夜晚过去 每天早上起床 都是全新的一天 在每天的开始前 先感谢神吧 因为不管今天会过得如何 神都已经 为我们预备好需要的一切 也一定会陪伴我们度过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爱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 都在你的保护里 也求你教我 常常保有一颗感谢的心 每天将你的好 记在心里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陪你读圣经 我们明天见 也是我爱你 我也爱你